继续我们的揭秘水源保护地系列报道 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 经过多年的封闭管理 库区已经成为首都的生态名片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进入密云水库库区 来感受那里的水光山色和丰富生物 这里是密云水库两大主坝之一的白河主坝 从我这个地方可以明显感受到 这里是空气清新而且是水清暗绿 这个库里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饱水饱生态 这里不仅也有良好的自然环境 而且水中有鱼 林中有果 山里还有很多的昆虫等等 那么也成为鸟儿的栖息天堂 在库区中央的鸟岛上临身树密 密密麻麻的鸟巢点缀林间 成群的仓路如此 使而展翅翱翔 使而休闲嬉戏 良好的生态离不开精细化的水源保护措施 密云区沿库区海拔155米的地方 修建围网进行封闭管理 2000多名保水网格员 对库区实施全天候管护 智能监控系统 无人机 无人船等 开展水陆空巡查 严厉打击这个密云水库涉水违法行为 比如电鱼的 偷矿的 采杀的 那在保水的同时 密云区也在积极探寻负民的道路 来壮大农村的集体经济 那在这片密云水库上游的 不老屯镇的玉米地 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的玉米特别的有意思 我给大家尝一口 你看 非常的香甜多汁 生吃 煮熟了都可以 就像是水果一样 所以叫水果玉米 我们好的 卖上好的价钱 这一周吧 应该销售在67万几千块钱吧 我们下一周白的玉米都已经订出去了 解决了我们300多人的农民增收支付 除了绿色种植 密云区正在打造环水库骑行线路 将当地各类景区和精品民宿旅游资源 串联成珠 密云水库上游的不老屯镇 坐拥山水景观和传统村落文化资源 逐渐成为京郊游的热门打卡点